朋友们现在正是吃香醇的季节 可是很多人做出的香醇呢 做之后会有种淡淡的发臭的一些味道 也会有人把这种味道比作香醇本身的清味 其实这个味道呢非常好去掉 只要多做一个步骤其实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味道是香醇本身的草酸和香醇的春蓉带来的 下面呢我就告诉大家具体的方法 首先准备一盆凉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把准备好的香醇苗呢 我们放到盆中 用淡盐水给它泡上15分钟左右 多做了这一步呢 就能淡化香醇本身的春蓉所带来的一种厚味 下面呢我们给碗中打入四个鸡蛋 因为这个鸡蛋和香醇一起炒呢 这道香醇炒鸡蛋很多人都在做 但是都做的不正确 无法去掉淡性味 尤其香醇和鸡蛋结合在一起呢 无法更好地激发出二者之间的香味 下面所讲到的这些步骤呢 我建议不要省去按照我说的来 首先呢我们给鸡蛋中加入两颗食盐 少许的香油 黄油五颗 如果家里面没有黄酒的话 就放入少许的柠檬汁 如果没有柠檬汁的话 就放入少许五颗 下面呢我们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呢 我们静置上五到十分钟 以便更好地去除淡性味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视频看到这里 不妨以幸运之手此为在 你的每次点赞和关注 均是我不断前行的动的 再准备两根蒜苗 改刀给它切碎 切碎之后呢 我们放到碗中备用 下面把泡好的香醇呢 用刀给它切碎 切得越碎越好 切最后的香醇呢 让它静置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呢 我们把香醇放到一个大碗中 再放入切好的蒜苗 放入蒜苗呢 可以综合香醇和鸡蛋二者之间的味道 使更好的香融 放入蒜苗也起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提香的作用 让入口的感觉会更好 下面呢 我们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洗锅 我们倒入一些花生油 油比平时倒的多一些 或者倒入菜油 在这里我建议 要不就用花生油 要不就用菜油 因为这样炒出来会更香 下面呢 我们再放入少许的猪油进去 也就是大油 放入猪油会让炒出来的菜更香 油热后 我们倒入搅拌好的鸡蛋 刚下锅前十秒不要动 十秒后呢 我们翻动鸡蛋 炒至蛋液凝固 蛋液炒至凝固之后呢 我们即可装盘 这样炒出来的香醇炒鸡蛋呢 闻着都很香 入口只有香味 按照我说的做准没错 朋友们不妨给试一下 喜欢的朋友 快来收藏尝试吧 你学会了吗 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 阿余美食小孩 阿余将持续给您带来 不同的美食分享